大成无量寿经白化解 菩萨界弟子运城下连聚会几个亿 净分张赐 金刚成三昧耶界弟子 黄念祖境界 二经文 以诸法药就聊三苦 众生有种种病啊 所谓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病 所以佛就有八万四千种法 也就是八万四千种药 应病与药 药是欲如来的妙法 并是欲众生的苦 所以涅槃经说 度众生故 为说无上微妙法药 三苦有两说 一三苦是苦苦 坏苦辛苦 一 这个是他本身就是苦的 是苦苦 二 这个是本身你是可喜的 但一旦破坏了 你难过了 你有个很好的电视机 天天要看 一天被人砸掉了 你就很难过 这是坏苦 三 辛苦 因一切都在前面 转化 无有停息 而生苦恼 二 加强大事 三苦是三有之苦 三有就是欲界色界 无色界三界 三苦是指三界众生的生死之苦 这两种说法都对 但是加强大事的解释很合净土宗的宗旨 净土宗的特点是使众生极深出离生死苦海 别的法门要出三界须断剑私货 达到阿罗汉的水平 现在世界上找个能证出果的人都很难的 何况是阿罗汉 只有净土法门是横出三界 断禁剑私货出三界是数出 这是带货往生 带业往生 不是叫你断货 所以这个是最突出之处 所以用净土法门信愿持名的无上醍醐妙药 来普救众生辰伦三界生死苦海的恶烂 叫做以诸法要救疗三苦 生贯顶皆受菩提记 为教菩萨 做阿蛇离 长息相应无边诸行 成熟菩萨无边善根 无量诸佛贤共互念 生贯顶皆以下一共六句 所谈是密法 密字是执法门奥秘幽深 不是保密 秘密的意思 显教密宗互为表里 好像人手 显是守备 密是守心 拨拳师守心就看不见了 目前有些佛教徒把显密对立起来 这是很片面的 至于净土宗 先师夏老曾说 净土宗是密教显说 也就是说 净土宗就是明显宣说的密法 密宗要义 如实之自信 即本品中开化显示真实之计 真实之计就是自己的妙明真心 又方便为究竟 正是本经宗旨 以信愿持明的方便妙法 普令众生顿超生思苦海 普惠真实之力 净宗持念的万德鸿鸣 阿弥陀佛 即是密宗秘密庄严心所留现的真言 咒来会的大菩萨都曾受无上灌顶 都能教导大成行者 充当金刚阿蛇离 族政会中圣众都是显密元通的大菩萨 也表经密二宗 本来不二 升灌顶皆 印度古代 国王要即位的时候 取似大海的水在王的头上灌 表示他就要登位了 密法也相同 举行灌顶法式 简说有两种 一 结缘灌顶 你来求法 引你到灌顶的坛里 交给你本尊的首印 咒语 以后你就有了资格去修习所传的法 这叫做结缘灌顶 很多密宗的书皮上印住未经灌顶不需翻阅 这就是说你没有得到本法灌顶 这各经典或法本你不能看 其中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只是为了慎重 二 受之灌顶 如法修行的人 得了密法灌顶 言持戒律 精进修持 机久功身 智慧开发 可以为人师表冲当金刚上师 于是对他进行受之灌顶 受与金刚阿蛇离之位 然后才是如法的上师 现在许多人都不狠如法 没有亲自得到自己上师的允须 自作主张去传涂地 在受之与结缘之间还有四种灌顶 一 停灌 二 密灌 三 灰灌 四 大手印灌 接受这四种灌顶都需要受密戒 有人不受戒就修法 实在是欲生反将 灌顶还有初位与后位之分 前面说的是初位 后位就不同了 在密葬祭里头出地道实地菩萨 乃至道等觉菩萨 到了正是要正入佛果 要成佛的时候 诸佛以大杯水为他灌顶 他自己就自然圆满正入佛果了 现在来会的这些菩萨多是为后的菩衔 是从果相因 是佛的视线 所以他们当燃受过后为灌顶 成佛的灌顶 至于还是初地道等觉位的菩萨 也都需受这个灌顶 生灌顶皆正指 这两类菩萨都需经过后为灌顶 受菩提祭 佛对于发大菩提心的众生 给他受祭 也就是预告将来一定做佛 做这样的玄祭 称为受祭 受祭就是宣说当来的果 使你知道你因地的修行的殊胜稀有 巩固得祭人的信心和修持 让他知道现在种的是菩提音 当来一定得菩提果 受菩提祭表示会中大事 都是得过佛受祭的 都当得佛果 并且也表示这些菩萨也给众生受祭做佛 因为他们能在十方世界是现成佛 给无量众生受祭 为教菩萨 做阿舍离 阿舍离范为鬼范时 密宗称为金刚阿舍离 因为密教的阿舍离 代表是金刚萨朵 金刚萨朵就是普贤大事的是现 勇为密教出祖 这些大事得尊普贤 普贤化身金刚萨朵 所以现在这些得尊普贤的圣众 也教导其他菩萨去充当阿舍离 长袭相应无边诸行 彼此能相弃相合称为相应 比方说 你所观的静和你的智慧相应 叫做静智相应 你能理解五蕴皆空 这属于智慧 若你真把所对的静看成空了 静跟智就一致了 就相应了 反过来看 你说我照见皆空了 可是奖金少了一点 马上就不高兴 你这个静一点也不空啊 密宗特点是三蜜相应 所以密宗也称为相应宗 修密所以能集身成佛 就是让众生的三叶顿同如来的三蜜 如来有深蜜与蜜一蜜 众生有三叶 深叶口叶一叶 密法的特殊方便之处 是使众生的三叶顿然相同于佛的三蜜 深 结印 口 持诵真言 心中所源的是般若 能这样三蜜其修的人很不易得 那从一个蜜下手也可以 这也就是净土宗的道理 你就念一句佛号 就是从一个与蜜下手 也能相应 也能集生成佛 但当你成佛的时候 其他两蜜也自然相应 成熟菩萨无边善根 无量诸佛弦共互念 善根者 指的是自己身口一三叶所行的善 这一切善 坚固而不可拔 叫做根 在一个含义 它能够出生妙果 因为修了善 还能出生其他的善 还能结出很好的妙果 例如戒能生定 定能生慧 有福能生波热光 因为善是隐善是 能出生于善 又能结果 所以叫做根 善根有身故 生善与结果之意 所结的果 应该心情培育 使他们成熟 才是圆满 所以会中 诸圣都在帮助其他 十方无量无边 菩萨 去成熟他们无量无边的善根 使之圆满成就 于是无量诸佛对 与会中这些大菩萨 共同互念 保护和意念 静影书说 互念我们 让恶是自然远离 善是自然增长 会中大使 互持一切菩萨的善根 得到十方诸佛的互念 让他们遵修 普贤之德 诸佛差中 皆能是现 辟善幻始 现中一相 于彼相中 实无可得 此诸菩萨亦父如是 通诸法性 达众生相 供养诸佛 开导群生 化现其身 犹如电光 诸佛差中 皆能是现 这一切大菩萨 在一切的国土都能是现种种 应身与化身 如同一个很善巧的幻始 幻现种种不同 印度有很多幻始 最近还有 我碰见一个英国老传教士 他告诉我一件奇事 和中国聊斋偷逃这一篇所说的一样 一个人把绳子扔到天空中 绳子就挂在天上 一个人就爬绳子 爬上天了 这人屡次表演 轰动了须多人 就有人用电影机来拍摄全部过程 喜初一看 才发现那个人一直在地面上静坐 根本没动 因为看的人有一时 他就用催眠术催眠了 所以就看见这个人上天了 电影机他无心 不受催眠 他照出来的底片是真实情况 那个人坐在地面没动 所以这是幻术 大成无量寿经白化解 菩萨界弟子运城下连聚会几个亿 净分张赐 金刚成三昧耶界弟子 黄念祖境界 纪念黄念祖老居士往生三十一周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